面临摊牌 汪洋 赵克志 极富金香 PMA H&M与耐克是工作 门前排队是生活 威斯康星州通过法律决议 全面调查2020年大选 中国贫富差距超过想象 北京当局因其新疆政策已成国际社会重视之地 近日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公安部长赵克志 罕见先后前往新疆 港媒分析指出 新疆问题或面临摊牌 北京或在当地酝酿大的行动 港媒《明报》25日发文称 中共中央高层近期频繁到访新疆 如果不是当地收到了可能存在隐忧的情报 就是中共将在当地酝酿大的行动 据党媒报道 中共国务委员先公安部长赵克志 于3月19日抵达新疆考察 先后到乌鲁木齐 突鲁藩和生产建设兵团 视察公安警务站 看守所 特警训练基地 并呼吁做好所谓反恐维稳工作 之前身兼中共中央新疆工作组组长的 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于3月15至17日在新疆调研 随行者分成四组 吩咐乌鲁木齐 喀什 图鲁藩 哈密 科兹勒苏 昌吉等地 有分析指出 当下中共与欧美之间的外交战不断升级 新疆问题正式导火索 3月22日欧盟与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手 就中共侵犯新疆维吾人权问题对北京实施制裁 随后 中共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和4个实体进行报复制裁 引发欧盟成员国强烈不满 欧洲议会当天直接取消了将于次日举行的 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会 部分欧洲议会议员还表示 将拒绝批准中欧投资协定 此外 德国 比利时 法国 丹麦 荷兰 立陶宛 意大利 瑞典和斯洛文尼亚 共9个国家 已分别于22至24日召见了中共住所在国大使 明报文章指 新疆问题或面临摊牌 未知中共中央高层频繁到访新疆 是否在为这一问题的大摊牌做最后的准备 外界猜测 面临国际社会对其新疆政策的强烈谴责 中共为了洗白自己 或许也将被阔让国际组织进入新疆 在此之前 自然也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 此前 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与合作媒体 2019年11月24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中共在教育集中营 拘禁的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和其他宗教的少数族裔 多达100多万人次 牵扯这么庞大的人群 中共要想不留痕迹 工作量之巨大 可想而知 美国欧盟英国与加拿大联手 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 触发内地新一轮 议和团势反西方热潮 瑞典服装品牌H&M 与美国运动用品大厂耐克 近日就因为去年发声明 宣布不采用新疆棉花 而遭共青团挖出来大作文章 内地网民亦纷纷扬言抵制 不过有人发现 某内地知名电子商业上 依然有大量耐克产品出售 而且交易量只增不减 每分钟都有人刷新购买界面 引起网友的热议 有留言更表示 笑死这就是互联网抵制 自由亚洲报道 一场抵制外企的浪潮 正在中国迅速蔓延 和以往的抵制行动不同的是 这场风暴从一个企业开始 急速波及大批龙头外企 而风暴的缘起 竟是一篇一年前发布的声明 官媒一年后才拿作黑材料 是后知后觉还是另有所图 继H&M集团后 耐克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声明 关注新疆存在的强制劳动 与宗教歧视 并强调不会与新疆服装厂合作 除H&M 耐克等公司外 优衣库 宜嘉 阿迪达斯等知名公司 也抵制来自新疆的材料与产品 25日 中共官媒带头号召 抵制良好棉花发展协会 简称BCI的多家国际时装品牌 中国民众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热报网络 不过 据苹果日报25日报道称 抵制归抵制 身体最诚实 微博用户伊丽莎白骨金 25日发文表示 当天上午看到 德物APP上的耐克产品 卖得超级凶 且交易量只增不减 每分钟都有人刷新交易界面 并附上两张图片 显示有大批用户落单订购波鞋 有网友见状留言直呼 我朋友圈好几个人在狂欢 期待耐克打折好入手 微博看看爱国爆棚 线下真的一言难尽 只知道居明星 但是该买的还是买 我以为多印气呢 后来网上更流传了一份该网站的声明 声称会将耐克产品无息限的下架 不过 该网站随后回复内媒查询时表示 有关消息是虚假的 强调 目前尚未接到相关通知 我们会提交有关部门 另外 有陆媒记者24日晚前往北京市西单大跃城的H&M门市 发现仍有不少顾客在店内选购 多名顾客受访时 亦表示不太清楚抵制事件 报道指出 一份一年前发布的声明 为何会在一年后成为中共官媒口中的黑材料 值得留意的是 欧盟在3月22日宣布就新疆人权问题 制裁四名新疆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为64后首次制裁中共 仅仅两天后 官媒就发动了针对H&M的攻击 而H&M去年10月已发声明停用新疆棉 当时未遭中共声讨的原因只是 中共当局不想影响当时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如今借着欧盟的制裁泄没杀驴了 威斯康星州议会23日通过了一项决议 授权对该州在2020总统大选中的结果进行调查 2020大选中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在威斯康星州 以微弱优势击败了时任总统川普 据报道 共和党人在威斯康星州议会中占多数 3月23日的授权决议最终以58票 对35票通过 所有共和党人都支持 所有民主党人都反对 接下来的调查将由州议会的选举和竞选活动委员会执行 该委员会的副主席 共和党籍的众议员乔桑菲利波表示 通过这项决议是为了授权该委员会 如果该委员会决定发出传票 以勒令作证和收集文件 不过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桑菲利波议员希望 该委员会不需要传坏任何人作证 这种权利在过去的至少半个世纪中 都没有被立法委员会使用过了 共和党方面表示 他们想收集更多证据 以查看2020大选是否违反了选举法 民主党人则反对调查选举结果 他们认为 这会破坏公众对选举的信心 打击选务工作人员 计票站工作人员和其他参加选举的人们 此外 威斯康星州议会里的共和党人们 还提出了一系列与选举有关的法案 例如限制投票箱的数量 要求缺席选民在每次选举中 都要提供身份证明 对于谁可以在每次选举中 自动获得邮寄选票进行限制 禁止选举官员填写选民返回的 邮寄选票证明信封上的缺失信息 以及对那些进行提前投票的选民 要设立更多的文件证明 根据官方数据 在2020大选中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威斯康星州 以不到2.1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 击败了再任总统川普 川普总统及其盟友 随后提起过几项诉讼 但都被法院驳回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月大张旗鼓 宣称中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除了被外界质疑 中共所谓的脱贫标准过低 中国社会日渐恶化的贫富差距问题 更引来外界关注 有分析推算 中国2%的富人 掌握了社会80%的财富 且出现富人孕富的现象 一篇从《招行年报》中 看中国人的财富结构的文章 近日在网络疯传 作者分析招商银行发布的2020年度报告 发现金奎花级以上客户 也就是金融资产50万以上 占客户总数的1.96% 然而这一般客户的总资产 却占整体客户总资产的82.15% 换言之 占比仅1.96%的金奎花级以上客户 掌握了82.15%的财富 而和2019年相比 占比1.84%的金奎花级以上客户 掌握了81.2%的财富 2020年两者比例均有提升 作者认为 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增加 同时中产阶级掌握的资源 也在快速增加 如果再进一步拆解 把金奎花客户视为中国的中产阶级 把私人银行客户视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及富人 把金奎花以下的客户视为普通人 可以发现富人占比0.06% 掌握了31.03%的财富 户均资产2775.27万元 中产阶级占比1.9% 掌握了51.12%的财富 户均资产152.27万元 普通人占比98.04% 掌握了17.85%的财富 户均资产只有1.03万元 最富有的人 仍户均资产为普通人的2000多倍 这就是中国真实的财富分布 从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的问题 另外以2020年来看 招商银行普通客户 金奎花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数量的增长 分别是9.58% 16.98%和22.41% 而与之对应三种客户的户均资产增长 分别是3.41% 1.38%和1.59% 显而易见 中国富人的数量和人均资产增速都快于中产阶级 表明贫富差距扩大 不仅是富人和穷人 富人甚至进一步 抢夺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资源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